沙罗沙罗在家吗 本大爷发现一个好东西 再去给你看一下呢 稍等一下马上来了 说吧说来听听你发现什么东西了 就是这块石头有点可疑之处 你上去查看一番吧 我去看一下 嗯这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吗 我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你到底发现什么了 我看到了我终于看到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凉夏不是凉夏 欢迎来到原神忍之史第29期 新的一期忍之史会有你不知道的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个赞加关注哦 硬币还是留给更有需要UP主吧 毕竟一个硬币是死经验 转发有无经验 那么请吧来了 打在公屏上 我们马上开始 NPC之间的小故事 在桂林园下方的这个神像附近有两户人家 有一位老爷爷和老奶奶 跟这个老爷爷对话可以从他得知啊 住在这里可以每天看到对面的老奶奶 因为老爷爷比较害羞啊 不敢告白 然后从老奶奶那里得知 主要不是为了卖东西啊 而是在等对面的老爷爷向他告白 好家伙 看到这里我都为他们爱情而着急 你还有你难道就不着急吗 不知道后续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下雨天的小知识 在下雨天的时候呢 用温底蓄力的弓箭和水碰撞会发生反应 而安博的时候 蓄力火的时候会中途被熄灭 而冰雷呢 则不会发生这些反应 阿米哈喽啊 不愧是你 一直以为我是最细的 没想到这位粉丝 比我还细 好家伙 情的小知识 众所周知 情在突破天赋1的时候 普攻命中敌人有概率回血 而在我们的城阁湖里面的普攻 这个影狼王也会回血 而这样可以看出影狼王也算一个目标的一个对象了 其他角色的触发也是有这个效果的 好家伙 这都行 情的小知识 情的语音中有一句 个人的力量是有极限的 应该是参考了动漫 咒咒里面的台词 第一季的第三季的第二的台词 刻进EMA里面的名前面 莫娜丽莎的小知识 原神当中的角色中莫娜和丽莎组合在一起 可以读成蒙娜丽莎 不过不是很像 因为一个是莫一个是蒙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 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来自蒙德的 两个都是魔法师 使用的是法器 也不知道有没有参考这个蒙娜丽莎 只是一个猜想吧 关于雷哲的小知识 在到期的这个锚点附近有一个大炮 这个大炮可以使用旁边的雷种子 获得角色身上的雷元素不着去开启 雷哲在开启大刀需要给自己挂雷 这时候可以开启大炮 而晚期冷知识说过 作为雷哲的师傅丽莎 开大门要不着 却使用不了这个大炮 我在想 想到一句话来着 教会徒弟 饿死师傅 非常适合这个情景 话说有没有人还不知道雷哲的师傅是丽莎的呢 还有踢嘴 雷种子达到二级的时候 暂点能量等于本日50或低于本日50 会持续给你充能 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个 关于奇奇和胡桃的小知识 在里乐港的这里有一块公告板 有很多游戏里的广告 里面有一条关于白族的油盐 说有一个僵尸 平时采药是白族的一个学徒 请各位不要惊慌 然后有人回复说生死有命 应该让奇奇交给他埋了 最搞笑的是白族将回复了 说让胡桃不要开玩笑了 这位回复的就是胡桃本人了 好家伙 还有阵子操作 还有就是生日邮件 奇奇和胡桃之间有一个小彩蛋 除了信里面的夜奶之外呢 就是送了材料 片片花刚好是胡桃需要的材料 而胡桃送的琉璃袋 正是奇奇的突破材料 好家伙 这么细的粉丝还想和我激见 怕是还没有睡醒吧 原神当中空和银普攻倍率中有点不一样哦 重极伤害第二段 银比空高了10.5%的倍率 现在知道空和银的区别了吧 话说大木可以告诉我你选的是空还是银呢 不会只有我选的空了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冷知识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还知道有其他冷知识的话 欢迎私信投稿 看到都会回复的 我会在下期冷知识发布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个赞和关注哦 我是凉虾不是凉虾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